我哥多找个娇妻嫂子 二十多岁的人了 天天自称是宝宝 吃饭要用宝宝碗 调料要买儿童专用 就连大姨妈来了 也要用宝宝纸尿裤 还要我们全家人 像宠三岁小孩子一样宠她 她说这话的时候 没发现 我们全家人的脸色都变了 因为我妈也是个宝宝 一家不容二宝宝 造狂的哥 并教的爸 宝宝的妈 破碎的我 身为家里唯一的正常人的我 瑟瑟发抖 住 观看时请别带脑子 别带脑子 别带脑子 证文开始了 长按点赞 给个一件三连八宝 我叫许愿 今年十八岁 正在读高三 下课一回到家 我妈就穿着白色蕾丝睡衣 披散着海藻般的长发 飞扑到我身边 女儿姐姐 你回来了 宝宝要吃的小蛋糕买了吗 年过三十的她 保养的比我这个十八岁的少女 还像少女 我看着眼前一脸天真烂漫的妈 一阵无语 没有 卖完了 啊 怎么没有了 女儿姐姐 你坏坏 我妈文言瞬间红了眼眶 委屈的斗脚脚 然后一屁股跌坐在地上 嚎啕大哭 宝宝不管 宝宝就是要吃小蛋糕 女儿姐姐你去买 你去买 我强忍心累 今天已经卖完了 明天再给你买好不好 我最近学业有点忙 妈你能不能体谅一下我 谁料 我妈听到这话 一下从地上蹦了起来 气呼呼的来打我的膝盖 学业 学业 能有你妈我重要吗 我可是你妈 要不是我十八岁 不顾你外公外婆反对 生下你 你早就不知道 留到哪里去了 没错 我妈和我爸是早恋 未婚先孕 大学生的我爸 引诱了高中生的我妈 两人偷吃进果 猪菜案节被发现后 差点被打断腿 幸好我爸家境不错 也愿意负责 于是高中没毕业的我妈 就直接退学 嫁入豪门 但把爸爸当成 爸总接班人培养的爷爷奶奶 对他十分失望 至今不肯让我们一家人进门 因为过早结婚生娃 我妈心智只不于十八岁 成了我爸的长中娇妻 这些年 隐隐有倒退的趋势 如今只怕是不超过八岁 我爸像是宠宝宝似的宠他 我和哥哥是龙凤胎 从出生起 我妈就没喂过我们一口奶水 因为他是宝宝 宝宝怎么能喂奶 是保姆阿姨 用奶粉和米糊糊一点点地 把我们喂大的 我爸也只顾他的宝宝 不过我们两个宝宝 后来 保姆阿姨有失离职了 爸爸妈妈就再也没请过人照顾我们 记忆里 我们俩饿得在地上爬 和狗抢东西吃 要不是外公外婆看我们可怜 主动过来照顾我们 我们恐怕早就饿死了 我妈虽然自称宝宝 但是力气一点也不小 把我推倒在地 骑马一般骑在我身上 用小拳拳捶我胸口 我心中无奈 还得用手护住他 怕他摔倒 弄伤自己 妈 小心点 不要再打我了 倒不是我有多关心他 而是因为 我爸他是个病骄 我妈把我打死都没关系 但我若敢伤我妈一根汗毛 他会要我的命 但我妈似乎感受不到我的忍让 并且越来越兴奋 我打你怎么了 本宝宝可是这家的公主殿下 女儿姐你不听话 本宝宝还不能打你了 我哪有你这么大的宝宝 是可耳直一点吧 我妈两眼一瞪 你敢凶本宝宝 打喜你打喜你打喜你 他很生气 发疯一样打我 全然不顾我是他的亲生女儿 过两天就要高考了 我想给自己留点脸 抬手挡了挡 妈 别这样 过几天我还要高考呢 他却似乎发现了 什么能报复我的好点子一般 拼命的砸我的右手 高考 本宝宝的小蛋糕 你都能忘记 你还高考什么 本宝宝当年高中没毕业就辍学 生了你和你哥哥 本宝宝都没有参加过高考 你凭什么高考 又来这套 当年我以中考第一的成绩 考路一高的时候 他就用过这套了 找个借口打断了我的右手 整个暑假 我都是吊着石膏度过的 所以打那之后 我就把惯用手 从右手改成左手了 眼看他想顾忌重施 我右手扣住他 砸我右手的手腕 紧紧握住 用只有我们两个 才能听见的声音道 沉苏苏 别闹了 你再弄伤我的手 我就和你同归欲尽了 你老公今天可不在家 我弄死你也没人知道 因为我爸在家里安了监控 要是看到我妈有什么事情 会瞬间闯十五个红绿灯赶回来 要我的狗命 说话间 我哥许年不知道 从什么地方冲了出来 炮弹一般撞在我妈身上 就听多恩的一声 我妈倒飞出去 砸在地上 我哥冲到他面前 拉了风似的 踹他脑袋和肚子 死八婆 为什么打妹妹 贱人 去死啊去死啊去死啊 看到我哥的瞬间 我瞳孔剧烈地震 谁把我造狂的哥放出来了 紧随其后的 是爸爸专门请来 看管哥哥的保安大哥 国外特种兵退伍大哥 威武雄壮 但我哥有造狂症 十八岁的他 身高已经到达了一米八八 体重将近一百公斤 浑身的腱子肉 每天都靠和保安大哥 打拳击 发泄情绪 这会把发泄对象 变成我的宝宝妈 保安大哥虽然身经百战 但仍然不敢轻举妄动 少爷 别打了 再打夫人就死了 我哥却像一头暴怒的狮子 为什么欺负妹妹 没有人可以欺负我妹妹 我妈虽然凶 但哪里是哥哥的对手 躺在地上抱着脑袋 发出尖锐的婴儿报名 呜呜呜 哥哥儿子 不要打宝宝 宝宝好痛 宝宝让爸爸老公杀了你 把你们斗杀了 迎接他的 是更加密集的拳头 看着暴打妈妈的哥哥 我心中又是感动 又是害怕 感动的是 他自己天天被关在地下室 用铁链锁着 还记得要保护我这个妹妹 害怕的是 我们的爸爸是个病骄 他为了妈妈 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的 我不敢想 要是被他看到 哥哥暴打妈妈 会做出什么丧心病狂的事情 上次 他可是以哥兰尾为由 贿赂医生 摘掉了我哥一个肾 煮熟了 喂给了我们家的狗啊 我哥只有一个肾了 再丢一个肾 他会死的 司机词 我不管不顾的冲出去 死死的抱住了哥 哥 不要再打了 再打你会把他打死的 爸爸会杀了你的 我已经没有爸爸妈妈了 不能再失去哥哥你 哥哥听到我的话 挥舞拳头的动作停滞了 保安大哥趁机上去 用铁链锁住了他 把他往地下室拖 宝宝夫人 小姐 对不起 我是看今天天气好 想让大少爷出来吐口气 我没想到会这样的 我哥眼看自己要被拖走 气得再次发狂 我不去 为什么要关着我 妹妹 我不要被关 你们别想欺负我妹妹 我看着被拖走的哥哥 心中滴血一般的疼 哥哥其实小时候没有造狂症的 是因为老师和狗抢东西吃 才变得造狂 而他和狗抢东西吃的原因 是因为爸妈宁愿花时间 做狗饭喂狗 都不肯给我们饭吃 那狗 狗丈人士 吓得我妈直哭 他才冲上去的 我记得那天 哥哥被我爸咬的得木 咬得鲜血淋漓 我跪在地上 求爸爸救救哥哥 妈妈却说 狗狗那么可爱 要不是哥哥姐姐你们调皮 狗狗怎么可能会咬你们 我爸完全赞同我妈的话 就是狗怎么直咬 你们不咬别人 肯定是你们招惹了他 然后为了惩罚我哥 我爸妈故意不带他去医院 也不给他打狂犬疫苗 最后是我求着邻居阿姨 给外公外婆打了电话 我哥才被送到医院 打那之后 我哥就产生心理阴影了 经常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 而我 怕我哥为了我和狗打架 硬生生的在尿都憋不住的年纪 学会了控住自己的情绪 即便是在怕狗 也不敢表现出来 在外公外婆的帮助下 哥哥和我一起 度过了幼儿园和小学 我们走独 白天上课 晚上回家 有我在的情况下 我哥的情绪 基本上可以稳定 但初中他考不上了 而且初中要住校 不能走独 哥哥的病只能在家休养 爸妈一直想离间我和哥哥的关系 终于抓到机会 让我当着哥哥的面做选择 许愿 你是自己要去上初中 还是在家里照顾你哥 我知道哥哥对我很好 也知道哥哥离开 哥哥丢下哥哥自己去上学了 哥哥对不起 爸妈一起在边上说着风凉话 呀不是最心疼哥哥吗 怎么自己去上学不管哥哥 是啊 小孩子的话果然不能当真 许年 你被你妹妹骗了哟 没想到 爸妈意料之中的发疯没有出现 哥哥破天荒的情绪稳定 小燕 你想去就去吧 哥哥永远支持你 然后就听到我妈发出尖锐报名 哥哥儿子 你疼妹妹女儿 不疼宝宝妈妈 我才是你妈 你是我生的 我哥气得抬手挥开她 滚啊 疯坨子 我爸气得抽出皮带 往我哥身上抽 不孝子 你敢动你妈 我哥挨了一皮鞭 回身给了我爸一个大嘴巴子 我爸气得笑了 呵呵呵 臭小子 你敢打老子 接受来自地狱的怒火吧 然后 他们三个打在一起 外公外婆已经见怪不怪了 死死的拖着我走 怨怨 走吧 你还小 你管不了的 上初中后 我很少回家 周末基本上也都是在外公外婆家住 外公外婆告诉我 我妈和我爸已经没救了 我还有希望 但我要好好学习 不要跟我妈学 我吃着外公外婆给我做的饭菜 忍不住抬头看他们 那哥哥呢 外公外婆互看一眼 似乎都看见了彼此眼中的无奈 外公长他一口气 我们想带你哥哥走的 他不愿意 他说 让你好好学习 不要担心他 外公也道 是啊 他是男孩子 你爸妈不会把他怎么样的 我肯着外婆家给我的鸡腿 心里却隐隐有些不安 换了旁人也许会 但我爸妈脑子不正常 谁知道什么时候发疯 把气往哥哥身上撒 但我哥哥也不是好好惹的 因为他病了造狂症 爸妈要是太过分 我哥哥就会发病 比他们更疯 下午实在不放心 拿一些吃的喝的 打算回去看看哥哥 没想到 一进门就看到 慢慢咧咧的往外走的佣人王妈 一大家子神经病 大的大神经 小的小神经 老娘不伺候了 王妈是家里的老佣人了 是请来照顾我爸养的德木黑子的 他平时也只照顾我爸妈 还有我爸的狗的饮食起居 我和哥哥的死活 他从来都不管的 记得有次 我和哥哥饿极了 哭哭哀求他又五眼吃的 他居高临下的看着我们 说家里的食材都是狗吃的 你们是少爷小姐 怎么还和狗抢吃的 可我和哥哥分明看见他 经常背着爸爸妈妈 偷吃狗的法国鹅肝 吸冷牛排 日本和牛 法国蓝龙 美国金枪鱼 那一次是哥哥第一次爆发 他风味一样的扑上去 把王妈从楼梯上推下来 王妈当场就摔断了一条腿 骨头茬子都从皮肤下面戳出来了 他尖叫着 咒骂着 唾沫横飞 你们两个小不死的 敢推老娘 老娘要报警 把你们都抓去枪毙 哥哥已经抢到了生的和牛肉 用力的撕扯起来 嘴里发出类似野兽的嘀吼声 院子里的黑子看到哥哥吃了他的食物 汪汪的叫不停 骂得很脏 很难停 我闻着生牛肉发出的血腥味 忍不住咽了咽口水 但我还有理智在 知道要是报警 或者让爸妈知道 他们肯定不会放过我们 于是强忍害怕 朝王妈笑了笑 王妈 您怎么能胡说呢 我明明看到是你自己摔倒的呀 知道了会不会开除你 王妈疼得满脸胀红 伸长了手药来打我 死丫头 你还想威胁老娘 少拿你们爸妈吓唬老娘 他们压根不管你们死活 什么有钱人家的少爷小姐 我看啊 是没人要 没人管的野种罢了 虽然她说的是事实 但还是给当时还年幼的我 心灵造成了巨大的伤害 我哭得很难看 拿了花瓶砸在王妈的脑袋上 不许你说我 我才不是没人要 没人管的野种 王妈没想到 一个几岁大的小孩 会拿花瓶砸他 吓得一阵挣扎 碎瓷片在脖子上 划出一道血痕 吓得惊呼一声 你小心点 我抓了碎瓷片 压在他身上 拿瓷片想划拉他脖子 但他皮太厚了 我划拉不动 瓷片在脖子上划来划去 划了好几道血痕 虽然伤口不深 但又痛又痒 我一边划拉 一边威胁他 你还告不告状 告不告状 我和哥哥 是不是没人要个野孩子 王妈被我吓懵了 都忘了喊 浑身是血 眼泪鼻涕一起流着求饶 小姐 我错了 我错了 我再也不骂你们了 这些东西 你们想吃就吃 我保证不告诉先生和太太 其实 我早就看不惯先生和太太 这么对你们了 哪有这样做爸妈的呀 你们还是五岁的孩子 呜呜 我太感动了 王妈还知道 我们只是五岁的孩子 王妈 您人真好 那您不会告诉爸爸妈妈 我哥推您的事情吧 我听说 我们是未成年人 杀人是不判刑的 就算关我们个十年八年的 感动的说不出话 最后咬牙切齿的动着我道 放心 我不会说出去的 我就说是我自己摔的 王妈腿断了 又磕破脑袋 在医院休养了小半年 爸爸责怪我们 吓坏了他的宝宝 还弄碎了他最喜欢的花瓶 把我们跪在碎瓷片上 我和哥哥的膝盖上 扎满了碎瓷片 但我们还是忍不住开心的笑了 因为 喂狗的活落在了我和哥哥身上 我们靠偷吃狗饭 长了点肉 尤其是哥哥 喜欢生吃 身高窜了一大截 原本我们身高差不多 现在已经比我高了一个头 妹妹 说好了一起长大的 你怎么不长了 哥 你闭嘴吧 妹妹 如果有下辈子你想当什么 我想当一条狗 狗有好多好吃的 我都没有 哦 我下辈子想当一棵树 喝西北风就能活 妹妹 你好聪明哦 要是我向你都聪明就好了 但我们的好日子 很快就到头了 因为王八住院 我爸找了退伍的特种兵叔叔 当保安 顺便训练他的爱犬黑子 给狗喂饭的活 顺理成章的交给了保安叔叔 我和哥哥又过上了 在厨房捡垃圾吃的日子 看着日渐销售的哥哥 我觉得这样下去不行 我们不能没有王八 于是弄了玻璃茶子 在黑子的狗饭里 每次他吃饭的时候 都会被玻璃茶子 弄得满嘴是血 几次之后 就不肯吃保安叔叔给的饭了 我们趁机说 想念王妈了 黑子也离不开王妈 王妈原本不想 再来我们家工作了 奈何我爸给的工资很高 离了我家 他再也找不到 这么高工资的工作了 于是又回了我们家 保安叔叔仍旧负责训狗 幼狗 王妈负责家里的饮食起居 和偷偷留狗饭给我们吃 直到外公外婆发现 我们快过学龄了 还没去上学 到家里来主持公道 我们才去上了幼儿园和小学 从回忆里抽身 我看到嘴里 慢慢咧咧的往外走的王妈 上前拉住他 王妈 怎么了 是我哥出什么事了吗 王妈因为当年的事情 一直有点怕我 看到我跟见了鬼似的 小姐 你怎么回来了 然后拍着胸口吐槽 你妈说狗才是他亲儿子 说你哥还不如他养的狗 你哥发疯拿刀捅狗 弄得满屋子都是血 你爸气得要拿刀捅你哥 让他给狗尝命 哪有这样的神经病 别人家干活给钱 你们家干活给命啊 给再多钱 我也不干了 听到王妈的话 我脑瓜子嗡了一下 他在说什么 我全然听不见了 只听到我爸要拿刀捅我哥 哥哥是世界上对我来说 最最重要的人 我不能让哥哥死 司机死 我冲进屋里 果然看到我哥 被我爸用皮带捆住双手 浑身是血的趴在地上 一旁的妈妈抱着爸爸的得慕 哭得梨花淡雨 许年 这个世界上 怎么会有你 这么恶毒的小孩 黑子从小和你一起长大 你竟然要杀他 他可是你哥哥呀 早知道会这样 当年就不该生下你 呜呜 黑子 你怎么样了 听到妈妈的话 我气得浑身发抖 小时候什么都不懂 还真的以为被生下 是需要感谢的 后来才知道 妈妈当年怀的是双胞胎 被家里人发现的时候 月份已经大了 银产会有生命危险 才不得不生下来 爸爸说 是我们剥夺了妈妈当小孩的机会 所以我们也不准当小孩 可是 引诱妈妈 让妈妈未婚先孕的 不是爸爸自己吗 为什么说是我们的错 他们大人还真是狡猾呀 哥 你怎么样了 我扑到哥哥的身边 颤抖着检查他身上的血迹 哥哥见了我 转头吐出一口带血的唾沫 和两颗白白的牙 小院怎么回来了 哥没事 就是被老头子打了两拳 我哭得哽咽不止 那你身上的血 我哥吃笑一声 是那个畜生的 那疯婆子比我叫那个畜生哥 真搞笑 黑子听到我哥的话 气得吵我哥嘶哑 呜呜 但他身上对我哥捅了好几刀 有了很多血 想哼也哼不起来 在我苦苦哀求下 爸爸才停下打哥哥的手 让人把狗送去宠物医院抢救 哥哥却被保安叔叔 拉到地下室关了起来 我看着阴暗逼色的生活环境 心疼的看着我哥 哥 我走之后 爸妈就让你住这儿 保安叔叔在一旁解释道 小姐 少爷被确诊了 有造狂症 先生说让他一个人住地下室 冷静冷静 那一刻 我无比后悔 我不该离开哥哥 把他一个人丢给那对颠工颠婆的 黑子被爸爸送去医院抢救 花了几万块 捡回一条命 但肾脏被捅坏了 切除了一颗 妈妈知道后 哭得气不成声 黑子啊 我可怜的黑子啊 少了颗腰子 他以后就不是大帅狗了 他一个狗 要怎么生活呀 逆子 都是你这个逆子 你好恶毒 连条狗都容不下 宝宝恨你 你赔黑子的腰子 爸爸心疼的把妈妈揽在怀里 转头望向哥哥的眼神里 满是英智 宝宝说的对 黑子的仇 不能就这么算了 做错事 就要受到惩罚 哪怕你说我亲生的儿子 那就罚你 赔一个肾给黑子吧 来人 少爷得了懒尾炎 送他去医院做手术 顺便 他嘴角勾起一抹财忍的笑语 隐藏在无矿精丝眼镜背后的眼神 哥哥的事 哥哥他知道错了 他下次不敢了 妈妈却在爸爸怀里 要舞杨威的看着我们 仿佛在隔夜的炫耀一般 你外公外婆宠着你 本宝宝奈何不了你 还奈何不了你哥 你和你哥哥都是本宝宝生的 本宝宝要你怎么样就怎么样 我摇紧后槽牙看着他们 你们不怕我告诉外公外婆吗 我爸放开我妈走到我面前 揪着我的衣领将我提起来 你要是敢说出去 我就把你和哥都宰了 买到后山去 我被我的霸了眼神 吓得呼吸都快停止了 他没开玩笑 我知道他做得出来 我不想死 也不想哥哥死 所以我沉默了 哥哥似乎是觉察到了我的胃盒 大笑着嘲讽道 有本事杀小爷我呀 不就是一颗腰子 没了就没了 妹妹你不用求他们 你哥我12年后 又是一条好汉 呜呜呜 好汉你只有12岁呀 你不能死 我终究没能阻止爸爸 把哥哥抓去医院 但我不想 哥哥没了一个事 终于被我想到一个办法 爸爸妈妈之所以这样 肆无忌惮地对待我们 不就是因为 我们是他们的孩子吗 那如果是爷爷开口 应该会有办法的吧 毕竟血脉压制 爸爸至今还在爷爷的公司打工 担任公司的总经理呢 只要爷爷一声令下 他就得丢掉工作 不能再给他的宝宝 买昂贵的包包和小裙子了 那天我鼓起勇气闯进了爷爷家 求求他救救哥哥 救救他的亲孙子 奶奶前些年癌症去世了 爷爷十分伤心 才年过60岁的人 头发已经全摆了 他看着我眼神复杂 你今天之所以能见到我 不是因为你爸爸是我的儿子 而是因为你 我可以去救你哥哥 但你要来当我的孙女 爷爷的话 让我有些发懵 我找人调查过你 你虽然从小生活在你爸妈的阴影下 但你并没有放弃对自己的提升 从小学到初中 每次考试都几乎是满分 说明你足够聪明 勤奋 对自己的要求也很高 很符合我对继承人的要求 继承人 爷爷的话 让我心头一震 可是 爸爸不是您唯一的儿子吗 爷爷看着我 然后笑了 手扶着崴杖 尾界上的足灰翼翼闪耀 如果你能让我满意 我就不再需要他 那个不孝子 生快叉烧好过生他 我答应了爷爷的要求 每周末都去他那里学习 作为交换条件 他帮我去救哥哥 可当我带着爷爷的人赶到的时候 已经晚了 哥哥的手术已经做完了 做手术的医院是许氏其下的 主刀医生 默默扛下所有 爸爸则是因为家丑不可外扬 并没有受到惩罚 我哭着问爷爷爷为什么 为什么明知道爸爸这么对哥哥 却什么都不做 爷爷冷眼看着我 我那个儿子在混账 在不争气 也是我的儿子 你要我为了你惩罚自己的亲儿子 那你就证明 你比他更有价值 我看着他满眼失望和震惊 爷爷却云淡风轻道 别这么看着我 我们许家 世代经商 商人总是利益为先 即便你是我的孙女 也一样 我总算知道 爸爸那心狠手辣的样子 随随了 原以为爷爷爷会是个正常人 原来他只是疯了不太明显罢了 我用自己的人生 换取了一次 让爷爷出手的机会 虽然没能救下哥哥 但我必须听爷爷的话 每周末去爷爷那里学习 他给我安排的相关课程 爸爸知道 我找爷爷当救兵 气得杀了我一巴掌 许愿 你尝本事了 敢拿爷爷来压我 你想维护那个小畜生是吧 我就让你好好看看 违抗我的下场 然后当着我的面 把哥哥切下来的事 煮熟了 未给被捅成筛子 缠着绷带的黑子 妈妈娇俏地窝在爸爸的怀里 得意地朝我皱鼻子 对待不听话的小孩子 就应该这样 爸爸老公好厉害 老公好不好 怎么好 非常好 妈妈妈 他们高高在上 网顾我的痛苦 绝望 嘶吼 行使着他们作为父母 至高无上的权利 那一刻 我握紧拳头发誓 总有一天 我会把他们从云端拽下 然后狠狠地踩进一命里 然后 冷脸去卫生间 洗他们换下来的内裤 可笑吧 生活 是这样的 即使我的恨 强烈到能将他们吞噬 我也只是个12岁的孩子罢了 我哥被摘掉一个肾之后 老实了很久 不再随便乱发脾气了 妈妈说 这全是爸爸的功劳 早知道这样能让我哥听话 早就该摘掉他的腰子了 我从外公外婆家 搬回了自己家 虽然外公外婆对我很好 但我不放心我哥哥 爸爸因为我擅自联系爷爷的事情 很不高兴 妈妈也张牙舞爪的要教训我 但爷爷要我每周 去他那报道 成了我的护身符 妈妈是想打我吗 可是我等会 还要去见爷爷呢 爷爷说他很喜欢我 打算把许师的继承权交给我呢 妈妈嫁给爸爸这么多年 也没能获得爷爷的认可 要是让他知道 你竟然动手打他看好的继承人 你说爷爷会怎么做 妈妈听到我的话 眼底的稚嫩和低幼 瞬间退去 变得阴狠歹毒 怎么可能 老头子连你爸这个唯一的儿子 都看不上 能看上你这个丫头骗子 我冷笑 是吗 那要不要我打电话给爷爷 告诉他妈妈 你想对我做什么 妈妈看到我打电话的动作 瞬间退缩了 因为上次的事情 爸爸的职务上 虽然没什么变动 但很多项目都被砍了 现任的CEO是他堂兄 一直看他不顺眼 导致他在公司受了很多窝囊气 妈妈也不敢轻举妄动 看到妈妈的行为 我心中笑意更甚了 什么娇妻 什么宝宝 只是妈妈给自己伪装的保护色罢了 爸爸喜欢当男子汉 喜欢掌握一切的操控欲 所以妈妈就给足他情绪价值 作为交换 爸爸给予妈妈幽默的生活 无微不至的顺从和照顾 两个贱人自己玩不好吗 为什么要生孩子 当他们的孩子 真是倒了八辈子血没了 因为有所忌惮 爸爸妈妈不再像小时候那样 随意地对待我们了 外公外婆不放心 常来看我 家里也有了我们的正常饭菜 爸爸忌惮爷爷 妈妈忌惮爸爸 而爷爷站在我这边 我的软肋是哥哥 所以家里达成了诡异的平衡 我得以正常地进行学业 爷爷对我的要求很高 他只能接受低迷的孙女 考满分的孙女 如果达不到他的要求 他就不会护着我 哥哥也会遭到惩罚 哥哥接受了治疗和良好的照顾 身体渐渐恢复了 情绪也稳定了许多 我常常在深夜躲进地下室 坐在哥哥身边安慰他 哥哥 你再等等 等我长大了 强大到可以打倒他们所有人的时候 我就带你走 我们去一个只有我们两个人的地方 或自由自在的日子 谁也不能再欺负我们 哥哥笑容灿烂的点头 小怨聪明 哥哥都挺小怨的 我以为 这样平静的日子 会一直持续到我成年 带着哥哥离开这家为止 但我一直以来的优秀 和越来越多的奖杯 奖牌 以及中考第一的成绩 还是让妈妈破访了 我中考成绩出来那天 外公外婆打算在家里 给我举办个庆祝仪式 就连爷爷也破天荒的道场 感觉被抢走所有目光的妈妈 气得用我夺得棒球比赛 第一名的棒球棍 打断了我的右手 哎呀 女儿姐姐 你没事吧 我只是想看看 这根冠军球棒中不中 不是存心打你的 挖达西不是故意打 她以为 如今的我 还是当年那个和哥哥 一起趴在地上跟抢饭吃 无依无靠的小女孩 她错了 奥数 围棋 棒球 钢琴 比赛统统获得冠军 还以中考第一名的成绩 考入还是第一中学的我 是外公外婆梦寐以求的孙女 是爷爷精心培养的继承人 而他 不过是个娇妻宝宝 爸爸捧在掌心里的玩物罢了 外公气得伤了妈妈一巴掌 爷爷更是要撤掉 爸爸总经理的位置 让他去 当了市场部主管 意识到 自己即将被发配边关的爸爸 默然清醒 宝宝固然重要 但权力和地位 孰轻孰重 爸爸还是分得清的 他停掉了妈妈所有的信用卡 还勒令他跟我道歉 不过妈妈哭得离花待遇 极力解释自己不是故意的 也无济于事 最后妈妈抽叶着 哭得几乎昏死过去 跪在地上跟我道歉 女儿姐姐 宝宝做错了 宝宝下次再也不会了 呜呜呜 我捧着被打到骨折的手 强忍痛意 微笑道 没关系 因为我根本不会原谅他 我已经极力表现得不痛了 但这件事情 还是刺激到了哥哥 他把妈妈扑到地上 甩了他两个大瓜子 捏住他的手腕 要硬生生折断 八婆 为什么一直欺负妹妹 这么喜欢弄断别人手吗 那你也尝尝 被弄断手的滋味吧 15岁的哥哥 身高已经接近一米八了 宝宝妈妈才一米五 根本不是对手 被打脸的他 两边脸颊都肿了起来 像是两颗兽桃 家里所有人都慌了 好像是看见了什么 见不得人的脏东西 谁放他出来的 造孽啊 还不快点带回去 逆子 你放开你妈 许年 助手 你不要生气了 小渊不想 哥哥连另外一颗 肾都没有了 你们不许欺负哥哥 要不然 我就不去上学了 倒和哥哥 一起关进地下室吧 外公外婆 对我的学业十分重视 毕竟妈妈高中没毕业就嫁人 是他们心中永远的痛 开口帮哥哥求情 是啊 说起来这件事情 也是苏苏的错 要不是他打断小渊的手 小年怎么会发病 都是他这个当妈的不是 孩子也是有样学样 爷爷日增降贵来敷验 不是来看这种 上部的台面的破事的 冷着脸 周围气压冷得像冰 这就是你娶的好老婆 爸爸的脸色极为难看 表情几乎有些猙獰了 毕竟血脉压制 他这一生如履薄冰 从不敢指示他父亲的眼睛 也不敢和父亲一起坐下来喝杯酒 终其一生 都在寻求父亲的认可 他们是君臣 是仇人 是情敌 是兄弟 是社友 这父亲躺在病床上的那一刻 才是父子 够了 爸爸双拳紧握 手背轻轻鼓胀 苏苏 滚回你的房间去 妈妈没想到 爸爸会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训斥他 爸爸老公 你明明是小年打我 爸爸语气越发冷了 蕴含着雷霆之怒 我说了 滚回你的房间去 你不该今天这样重要的日子 惹出事端来 我是宠你没错 但凡事也有个度 爸爸的话 让我大为震惊 怎么 原来他心里是有个度的吗 事情的结果是 妈妈被禁足在家一星期 我被爷爷接到身边休养 作为交换 哥哥会被送去精神病院接受治疗 但妈妈似乎不肯 这一刻 他似乎才想起来 自己是个妈妈 要死要活的抱着哥哥不放 不行 我不让小年离开我 他是我十月怀胎生下来的儿子 是从我身上掉下来的肉啊 就算他再怎么不笑 母子亲情是斩不断的 更何况 精神病院是人去的地方吗 好人去了 也会变成疯子的 但你想让外人知道 许家的长孙是个疯子吗 说这话的时候 妈妈眼神愿毒的看着我 仿佛我才是那个 搬动是非的最坏活手 他真的我服了 以为我看不出来 他是在演戏吗 他就是气软怕硬 知道我有爷爷撑腰 怕我翅膀硬了 不好掌控 所以死死拽住我最在意的哥哥 来拿捏我 我也不想送哥哥去精神病院 但我没有办法 如果我去上学了 谁会在乎哥哥的死活 我是不放心 把哥哥交给这两个巅工巅驼的 但哥哥总是不愿意让我为难 明明是同一天出生 相隔几个小时的兄妹 他比爸爸妈妈 更像是一个合格的长辈 小愿不要担心 哥哥不会有事的 你放心去爷爷家吧 小愿要好好学习 不要让爷爷失望 知道吗 哥哥摸着我的脑袋 眼神复杂又温暖 我想 哥哥其实也早就厌烦了这样的生活吧 但为了我 他选择忍耐 整个暑假 我都在爷爷家养伤 爷爷说 手伤了 又不是脑子伤了 从早到晚 给我安排了许多的课程 家教多达八位 我想回去看哥哥 他不准 只允许我 每天睡前和哥哥视频通话十分钟 许愿 有什么比成为许氏的继承人 更重要的吗 许氏的继承人啊 也没有那么重要吧 但他是爷爷 许家他说了算 就连我爸都不敢正眼看他 更何况是我呢 所以 如果我全听爷爷的 爷爷会帮我照顾哥哥吗 再怎么说 他也是您的孙子 难道在爷爷心里 一点利益以外的血脉亲情也没有吗 爷爷 如果亲情只会让你变得软弱 爷爷不介意亲手替你消除掉这个隐患 好了 做你该做的事情 等你到了爷爷这个位置的时候 再来和爷爷谈条件 好好好 我总算知道了 我们家 没有一个正常人 爷爷是平静的疯 我是隐忍克制的疯 突然有点羡慕 爸爸妈妈还有哥哥 他们想疯就疯 肆无忌惮 三年时光过得很快 转眼就到了冲刺高考的时候了 我不放心哥哥 打算回家住一段时间 爷爷虽然嘴上说着 不让我管哥哥 却让保安叔叔 把哥哥照顾得很好 他现在人高了 身体强壮了 情绪也稳定了 因为爸爸的得目黑子 自从被哥哥捅了十几刀之后 精神体力都不好了 经不起他的训练 保安叔叔闲着无聊 改训练我哥 我哥现在拳击 散打游泳 跑步都抢了一批 力气都花出去了 就没功夫发疯了 只是每次出来散步的时候 黑子都会被我哥踹两脚 他记仇得很 黑子自打被我哥捅过之后 就咽码了 再也不像从前那般耀武扬威 加起尾巴做狗 呜呜呜的哭 边哭边要失劲 我哥哭哭哭 你还有脸哭 要不是因为你 小游我的肾还好好的 我内牛满面 呜呜呜 哥哥你不要伤心了 我买几个腰子给你补补 都说缺什么补什么 我每天变招法的 给我哥炒腰子 炖腰子 烤腰子 我哥吃的脸都黑了 小游 可以了 哥哥吃的满嘴腰子吗 你安心考试吧 做饭不是你该考虑的事情 是的 王妈走后 爸爸又请了个做饭的厨师 和打扫卫生的阿姨 我满眼泪花 哥哥 暗示长觉亏欠 你不明白 我恨不得把全世界的腰子 都买来给你 哥哥 倒是也不用 我抓了抓头发 而我也不允许再待在家里 呜呜 我有什么错 我只是想和哥哥 待在一起罢了 高考那天 爷让我坐着他的 劳斯莱斯幻想去考试 整个考场的人都沸腾了 有媒体在校门口搞采访 同学 如果让你选择 高考700分和现金700万 你选哪个 我表情淡淡的 都一般吧 边上的人看他们的眼神 像是在看智障 你们蛇精病啊 这是一中的学院 物理 数学 奥数竞赛 都是冠军 得知体美劳全面发展 平时考试都是满分的 700分你侮辱谁呢 我靠 我但知道 许愿是学神 没想到他 竟然是豪门千金 这车落地要1000万了吧 呜呜 我还在纠结 700分和700万哪个号 人家根本看不上 啊 他们说的是钱吗 我卡里有很多呀 可是那有什么用呢 根本不能娶我爸妈狗命 我第一次参加竞赛 获得冠军 爷爷奖励了我100万 我偷偷去黑市 联系了一个杀手 想杀我爸妈 还不到一个小时 消息就送到了爷爷的耳朵里 他没收了我的卡 罚我面壁思过一整天 钱对我来说 只是一个数字 根本买不到任何我想要的东西 高考成绩出来 不出意外的 满分750的卷子 我考了750 第二名考725分的同学 气得瑟瑟发抖 许愿 你到底是不是人 怎么可能一道题都不错 我有些懒懒到 我考750分 是因为满分只有750分 而你考725分 已经是你的极限了 众人惊叹 恐怖如斯 恐怖如斯 幸好现在竞赛不加分了 所有人都以为我会去清北 两所大校的电话 也打爆了我们学校和我们家 但我还是选择了 海市大学的医学系 原因无它 因为这所学校 是我们家投资的 下属的医院 正是摘掉我哥哥 肾的命医院 志愿和专业 都是我擅作主张 我去向爷爷赴金请罪 进门的瞬间 一个花瓶就迎面向我砸过来 在距离的脑袋 不到半米的墙壁上爆开 飞溅的瓷片 在我的脸上 留下一道淡淡的血痕 爷爷息怒 爷爷把拐杖敲在地上 气得浑身发抖 许愿 你是故意在和爷爷对着干嘛 为什么不按爷爷安排好的做 我小声嘟闹 爸爸当年不也是按您安排的做的 现在不也就那样 爷爷气得瞪我 你说什么 大点声 我抬起头 念不改色道 医院也是许家的产业 海大又是许家投资的 我抱海大有什么问题 更何况 房地产和金融这块 现在不好做 我更看好医疗器械领域 和药物研发这块 许家的生意 涉及金融 医疗 房地产 百货 爷爷的个人身家 价值上千亿 爸爸身为爷爷千亿身家的第一继承人 所以做什么都是原罪 做得好 理所当然 做得不好 胡复犬子 爷爷狐疑的看着我 眼神锐利的像是一把刀 你确定 你留在海市 不是为了你那个不争气的歌 你学医 不是为了治好他的病 爷爷眼神 像深渊 让人不敢对视 我不动声色的错开目光 拾口否认 当然不是 如今集团里的其他业务 都有唐伯父和唐兄唐姐他们负责 爷爷就算心疼我这个孙女 想让我费一杯羹 也不是这么容易的事情 医疗板块是很不错的拖破口 我还年轻 先历练历练也不迟 许佳 还没出过一个科研出身的掌权人吧 我的话 让爷爷有些动容 眼神逐渐缓和下来 事已至此 算了 不过 你不要以为 你这么说 爷爷就不罚你 赵管家 带孙小姐去换礼服 今晚集团有个晚宴 沈家的长孙 和你年龄相仿 今年也刚考上海市大学 你渐渐 我文言 不由得挑了挑眉 相亲 高考完了就相亲 不愧是我们豪门啊 办事效率就是高 沈家喻是沈家长孙 沈家号称海市船王 造的游艇远消海内外 集团还经营物流 海运行业 沈家喻一出生就含着金汤池 是名副其实的户上大少爷 宴会上 爷爷领着我出席 家族中的长辈亲眷 悉数到场 转头看向我爸那边 带的竟然是他的秘书 似乎是觉察到我的目光 爸爸身边的秘书阿姨 有些举措 空空静静的朝我点了点头 我忍不住笑了 为什么不带我妈那个宝宝 是觉得拿不出手吗 在那家以外的地方 我爸也不是那么喜欢 我妈那娇气吧 不然 为什么连他的秘书都可以出席 我妈这个名正言顺的老婆却不行 爷爷领着我 认识的家长辈 把我介绍给沈董事长 和他的孙子 小院 这是家喻 比你大几个月 你们童年 未来又是同学 年轻人一起好好聊聊 不用管我们这些老年人 我不想跟着爷爷寒暄客套 朝沈家喻歪了歪脑袋 好啊 我们去那边走走 沈家喻跟着我向外走了出去 我刚想开口 见面是你爷爷和我爷爷的提议 我本人对你没什么兴趣 我的话还没说完 刚才还一脸金贵高冷气质的男孩 瞬间变了脸色 我靠 学神 许愿 真的是你 见我眼神困惑 沈家喻拍了拍自己道 我假鱼啊 初中那会儿 咱们一起参加过奥数训练班啊 不过我那时候又矮又胖 和现在差别很大 估计你没认出来 哎呀 你不用解释 我懂的 你可是高跑满分的神啊 怎么会看上我这种烦人 我没想到 这里还能遇到熟人 戒备之心松懈了一些 沈家喻见我没排斥他 开口道 是不是很少参加这种场合 觉得有点无聊 我带你出去玩吧 出去玩 我看了一眼自己身上的脱尾礼服 还有恨天高的高跟鞋 这样出去 会被人当成神经病的吧 沈家喻却道 别怕 跟我来 他带我找个家店 把身上的礼服换成运动服 然后带着我 去了地下赛车场 参加赛车比赛 那些人似乎跟沈家喻很熟 见他带着我 都在一旁吹口哨 玉哥来了 这是嫂子 沈家喻面露娇羞的瞪他们 别胡说 这是我女神 他心情不好 我带他来散散心 还有 你们这些抽烟的滚原点 别熏到他 众人惊呼 我靠 玉哥 完全爱啊 沈家喻不理他们 拿了水果饮料来进贡给我 小玉 有趣吧 来吃点东西 等会我上场跑两圈 你坐我后面 我看着眼前风驰电车的场景 把沈家喻递到我面前的娃哈哈饮料推出去 奔他边上的兄弟要了根烟 吸了一口 我可以开吗 我想试试 沈家喻呆住了 看着我学着人家推云土雾的样子 仿佛滤镜在破碎 小玉 你 你有本吗 爷爷致命于让我成为六边形战士 身为六边形战士的我 不可能没有摩托车本 我不仅有摩托车驾照 还有汽车驾照 直升机驾照 翻船驾驶证 拖拉机驾照 奔边上的哥们进了辆车 把吸了一半的烟屁股丢地上踩灭 我翻身上车 一边记着安全头盔 一边招呼沈家喻坐我后面 放心吧 包友的 沈家喻将信将疑 坐在我身后 搂紧了我的腰 许愿 你不要逞强 比赛和平常自己开步 一样 下一秒 他的尖叫就想撤云霄 山顶到山脚 正常半个小时的路程 被我跑尽二十分钟 创下了这个赛场的记录 车子停稳的瞬间 沈家喻几乎是从车后座上滚下来的 他的兄弟 杂杂呼呼地往我跟前涌 我靠 不愧是玉哥的女神 二十点三阴影 这是人能开出来的速度吗 女神 这是本场的奖金一百万 请笑纳呀 我看了一眼用皮箱装着 送到眼前的现金 戴着手套从箱子里抓了一把 朝空中一扬 你们分了吧 又是一阵惊呼 我靠 女神 大气 沈家喻在我边上 想说话 一张口 哇的一声吐了 边上的人递水给他漱口 我在边上开了罐啤酒 蹲蹲蹲 沈家喻好半场才缓过来 有些慢慢咧咧道 许愿 没看出来呀 原来你也是个玩咖呀 我 第一次 挺有意思的 他来扒拉我的胳膊 你觉得有趣 我下次还带你来 我没想到 你不仅学习这么厉害 赛车也是一把好手 我却拒绝了 不了吧 过几天我要进许氏实习 以后没什么时间出来玩了 还有 今天我抽烟 喝酒 赛车的事情 不许告诉我爷爷 知道吗 要不然 我挥挥拳头 做事要打他 沈家喻吓得闭了眼 连连点头 靠 你爷爷还是不是人 知道了知道了 暗中观察的兄弟们 恨铁不成钢 没想到 玉哥是个气管炎啊 真妞太刺了 玉哥这样的乖乖咱拿不下的 退一万步来讲 姐姐喜欢的人 就不能是我吗 我朝那边瞥了一眼 是个打扮性感热辣 嘻哈风格的女孩子 嗯 也不是不行 我和沈家喻玩到半夜才回家 今晚的时候鬼鬼祟祟 生怕被爷爷撞见 轮到我身上的烟酒味道 上楼才上到一半 就听爷爷的声音 在背后响起 回来了 和家喻出去玩了 我 嗯 爷爷 你觉得沈家喻怎么样 我 挺好的 相处看看呢 其实 我连沈家喻的微信都没加 比起谈情说爱 家族联姻 我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大学期间 我一边在集团实习 一边上课 大学的时候 就修满了所有的学分 准备考研 每天不是在内卷 就是在去内卷的路上 而我哥 大一就被我从家里接出来的 倒不是爸妈松了头 或是爷爷伸出援手 而是我直接报警 说我爸妈非法拘禁 把哥哥从他们手里抢了出来 我在海边 给我和哥哥买了一个新价 只属于我们的家 请了庸人 照顾哥哥的饮食起居 哥哥 喜欢这里吗 住这里 你开心吗 小院说过 不会再让任何人欺负你 对吧 我点点头 哥哥没病 哥哥很正常 他们才有病 我妈一直觉得 我和哥哥对他来说是威胁 怕我们抢走爸爸的关注 但当我们都不在家 家里只有他一个宝宝之后 他才觉得空虚寂寞了 女儿姐姐 一个哥哥儿子 为什么都不回家 我吃笑 那种地方也能算家吗 你们不在 本宝宝好想你们啊 我 想我们做什么 想我们端茶倒水伺候你吗 他看我油盐不尽 憋着哭腔道 你爸爸最近总是借口加班不回家 要么就是一出差一星期 你说 他是不是在外面有人了 不要本宝宝了 我爸 他当然忙了 我高三暑假就进了许氏 跟在唐姐身边学习 跟着唐姐策划的好几个项目 都打败了爸爸的项目 业绩更是让爸爸望尘莫及 从助理做到分公司经理 上个月刚刚调回总公司 接手财务部 彻查公司的账目问题 爸爸忙着跟我们内斗 为了凭他那一烂账 哪有心思管他的宝宝交期 但也想让我妈尝尝 患得患失的滋味 故意道 我做女儿的 怎么会评价父母感情的事情 不过 爸爸每次出差 带的都是林秘书 我妈一改交期体制 瞬间变身桌奸战士 买票飞到我爸出差的酒店 几个发现 我爸没出轨林秘书 但是包养了个青春男大 我爸身陷其中 不能自拔 看到我妈突然出现 下来差点尾了 导包 你怎么在这 我不是告诉你 我出差了 过两天就回去吗 我们夫妻二十多年了 你对我这点信任都没有吗 我妈看着坐在我爸怀里的少年 气得脱口大骂 我保你妈妈隔壁 你呀什么时候开始喜欢男的人 你恶不恶心 徐景川 你是不是睡完他 又来睡我 离婚 我要跟你离婚 我妈把自己录的第一人称桌奸视频 发到了网上 男小三迅速被网报到割腕子杀 而爸爸因为丑闻 给公司造成了巨大的影响 导致股价下跌 被迅速停止了 刚开始 我妈很得意 哈哈 徐景川 这就是你背叛本宝宝的下场 我十八岁就跟了你 你竟然背叛我 背叛爱情的人 下十八岁地狱 我爸掐着妈妈的脖子 把他掐得面如猪肝色 岑苏苏 你就是想毁了是吧 现在我被公司停止了 名下的资产也被调查冻结了 到时候卖房卖车填补亏空 你就等着和我一起喝西北风吧 我妈文言 愣了愣 眼底浮现出一丝无辜 爸爸老公 你在说什么 哇达西听不懂 明明是你出轨不对 我只是发到网上 让大家评评理而已 我怎么知道会这样 是你自己搞不清楚账目 怎么能怪本宝宝呢 我爸冷笑 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意义 我妈哭了 现在该怎么办 现在财务部不是女儿姐姐在管吗 你是他爸爸 他不能这么对你 我爸看着他眼神复杂 这次清查账目的事情 就是他提出来的 我妈不懂公司的事情 但懂我爸要是被清算 对他来说会有什么影响 所以他哭着闹到了我的办公室 许愿 你出来 你这个不孝女 你怎么能为了上位 投靠你唐伯父 陷害自己的亲生父亲 你爸爸才是你爷爷唯一的儿子 许世民正言顺的继承人啊 你怎么能帮着外人 等宝宝怎么有你这样歹毒的女儿 你爸爸出轨的事情 是不是你抖出去的 现在网上的人都在骂你爸爸 他气得心脏并不要犯了 我想过我妈回来公司冒失 但当他集团大厅 当着几百人的面又哭又闹的时候 我的脸颊还是不由自主的发烫了 好丢脸啊 原来即便我坐上公司财务部总监的位置 年纪轻轻 拥有上亿资产 就拥有自己的药物研发公司和实验室 在我妈撒不打滚的时候 你不会少丢脸一分一毫 秘书为难的看着我 徐总监 我 我不认识他 保安 把他拖出去 我妈看我要赶他走 气得掏出一大照片 许愿 你现在当上财务部总监了 了不起了是吧 嫌我这个妈给你丢人了是吧 好啊 你让我不好过 我也让你不好过 这是你小时候 跟你哥哥一起在地上跟狗抢饭吃的照片 哈哈哈哈 来呀 让大家都好好看看 你们的徐总监 天之娇女 小时候过的都什么猪狗不如的生活 啊 原来那些事情 妈妈都会有照片啊 我无奈的看着他 扶我苦笑 还真是 低估了你呢 我妈以为的嘲笑 讽刺 诋毁并没有出现 散落了满地的照片 没有人去剪 甚至没人敢多看一眼 我拽着他的头发 一路拖上电梯 拖到我的办公室 才把他丢在地上 当娇气当酒了 脑子瓦特了是吧 你以为这些东西能够威胁得了我吗 别幼稚了 我爸的事情 你少管 他涉嫌的是植物侵占 财务造假 还有挪用公款 随时会破产进去吃老饭 你要是安分手挤 我看在你是我妈的面子上 每个月零点生活费 算是羊条狗 不然 你就等着去大街上要饭吧 我妈人是不干 人话还是听得懂的 意识到 自己不是我的对手 她哭得很难看 我是你妈 你能有今天 都是因为我给你找了个好爹 要不然 你以为你凭什么 会有今天的成就 她说的好有道理 我没有办法反驳 如果我爸不是富二代 我爷爷不是千亿富豪 我不会年纪轻轻 就身居高位 风光无限 但人生 原本就没有绝对的公平 出身和爸妈一样 不能挑选 你以为 我很想 被你们这种父母生出来吗 我这一生 唯一的污点 恐怕就是 有他们这样的爸妈吧 他妈的烦死了 让我没想到的是 这个时候 爷爷突发脑梗住院了 虽然紧急抢救了回来 但身体大不如前 他突然很想念自己的儿子 还有孙子孙女 打算原谅爸爸的不孝 让我们全家 搬到许家祖宅里去住 账户的事情 也由他自掏腰包屏障 既往不救 条件是 爸爸主动从许氏离职 给董事局一个交代 景川啊 爸爸老了 没几天活头了 唯一的心愿 就是一家人在一起 开开心心的 把日子过好 比什么都强 我看着一辈子 在商场上叱咤风云 心狠手辣 眼里只有利益 没有亲情的爷爷 突然要大团圆包狡杂 只觉得难以置信 不是 爷爷 你 他以前不是这么教我的呀 那我这么多年的内卷 算什么 为了满足爷爷子孙满堂 大团圆的心愿 我们全家搬回了祖宅 陪在爷爷身边 两人学 成过我妻 当爷爷躺在病床上的那一刻 他们父子多年的仇怨 终于达成和解 哥哥也跟我说 以前的事情 过去了就让他过去吧 他累了 不想再过鸡飞狗跳的日子了 我似乎成了家里唯一的坏人 好像之前那么多年的鸡飞狗跳 家宅不宁的日子 都是我害的 一瞬间 他们和家团圆 家庭和睦 父子子孝 就连从小到大 一直护着我的哥哥 也成长了 懂事了 了解父母的苦心了 只有我 对那些痛苦和仇恨 念念不忘 不懂事 不善良 不孝顺 孤家寡人 十分可笑 哥哥 那些年 我们吃过的苦 你难道都忘了吗 他们当初那么对我们 你都可以原谅吗 哥哥掏出一串佛珠 当着我的面盘盘盘 哥哥最近钻研了佛法 感觉内向很平静 妹妹 你要不要一起来修佛呀 我呆住 护 护上佛子 他们要团圆 我不想团圆 哥哥要原谅 我不想原谅 我要想个办法 把他们都干掉 我甚至买了把AK 压在枕头底下 每天做梦 都是把他们全都吐吐吐了 但我偶尔也会梦到 想说哥哥对我这么好 为了保护我 奋不顾身 然后哭到天亮 眼泪把枕头都打湿了 有天 我从实验室弄了点药 打算加在甜品里 选家人同归于尽 哥哥带了个女孩子回来 他看起来20岁上下 一头金色的波浪卷发 穿着精致的洛丽塔套装 漂亮的像是 活过来的洋娃娃一般 小怨 她叫唐甜甜 是你的嫂子 我愣在那里 手上端着的甜品 仿佛有千斤重 嫂 嫂子 唐甜甜一脸娇羞 手捂住脸 身子摇晃撒娇起来 讨厌 叫人家甜甜就可以了 人家才刚刚20岁 还是宝宝 叫嫂子 把人家都叫老了 我妈已经很久没自称宝宝了 她现在是许家认可的儿媳妇了 身为许家少奶奶 她要端庄体面 不能丢许家的脸 但唐甜甜的这一声宝宝 似乎是刺激到我妈的奶根神经 她立刻跳出来 双手握拳在胸口绕了几圈 插着妖气呼呼的问哥哥 哥哥儿子 这人是谁啊 为什么来我们家 我不是家里唯一的宝宝吗 这个宝宝是怎么回事啊 唐甜甜听到这话 脸上的表情瞬间垮了下来 音音 大妈你好兄 安年哥哥 这大妈是谁啊 是你妈妈吗 你妈妈不是快五十岁了吗 哪有这么大的宝宝啊 妈妈气得去推她 你说谁快五十岁了 妈达西才四十四岁 人家都说 本宝宝保养的好 生了两个孩子 看起来才不到三十岁 唐甜甜捂住嘴 一脸惊讶的表情 三十岁 三十岁不是快死了吗 我才二十岁 都觉得自己老了 神经病啊 二十六岁的我觉得有被冒犯的 看着眼前两个宝宝互撕 我觉得手里的甜品有些烫手 这个世界 果然是一个巨大的娇气文学 常常因为不够变态 感觉和他们格格不入 我感觉到前所未有的愤怒 爷爷背叛我就算了 哥哥为什么也背叛我 他喜欢什么都可以 但是他怎么能喜欢宝宝呢 他明知道 我最讨厌的 就是宝宝了 人无语到极点 是会笑的 原本打算把他们都堵死的我 翻眼醒悟 就这么死 太便宜他们了 就应该让魔法 打败魔法 我转身 把原本打算堵死全家的甜品 到个院子里的黑子吃了 原本十分怕我的黑子 看到我给他送吃的 受宠若惊 他很害怕 但甜品很香 他很想吃 于是在害怕和吃之间 选择害怕的吃 活了二十多岁的老狗 在我的一锅甜品之下 寿终正寝了 虽然活了二十年 花了爸爸很多钱 但爸爸还是很爱他的狗子 看到他的狗子口吐白沫 死在狗窝里 爸爸气得差点心机哽死 匿女 你竟然连条狗都容不下 二十多年啊 黑子陪了我们二十多年啊 我 爸爸讲 挖达西 不是故意的 谁让爸爸讲 只看黑子 不看我 明明我才是爸爸的女儿 爸爸只能有我这个人为女儿 不能有这个狗儿子 亲爱的爸爸 你不明白 如果今天如果死的不是狗 那就是你全家的狗命啊 打不过就加入 用魔法打败魔法这招 果然好用 徐家记有了宝宝妈妈 宝宝嫂子之后 又有了我这个宝宝女儿 我们三个宝宝 在家里发出婴儿尖锐的报名 妈妈和嫂子天天在家辞敬 比谁更宝宝 更得老公的宠爱 嫂子 年哥哥 人家大姨妈来惹 用念完面霜就可以惹 我妈 老公 本宝宝不喜欢这个阿姨 你把她赶出去好不好 真不要脸 人家都没有同意她进门 虽然人家是个宝宝 但也是婆婆哦 这个家里 还是本宝宝说了算 哼 嫂子一听这话 瞬间怒了 你个老女人 好歹毒 竟然想让年哥哥不要我 诅咒你诅咒你诅咒你 诅咒你说一句话 就长一条皱纹 我妈最在意的 就是有人说她长皱纹了 气得和嫂子打了起来 我爸想去拦 但她这些年岁数大了 有些力不从心 被嫂子推了一把 摔在地上摔得鼓裂 惨兮兮的喊 许年 快出来 别念经了 你的宝宝在打我的宝宝 我的宝宝四十多岁了 你的宝宝才二十多 能不能让我的宝宝 哥哥收起唱佛机 手上缠着佛珠 从屋子里出来 爸爸施主 做人要讲道理 大家都是宝宝 凭什么我的宝宝要让你的宝宝 因果循环 皆是报应 爸爸 逆子 哥哥 阿弥陀佛 啊 我的脑子 好像坏掉了 果然 颠不过他们 我选择退出 这场闹剧 到此为止 我去商战 我连夜从家里收拾东西 开着私人飞机走的 我怕晚走一步 和他们一起变神经 以老实 求放过 我果然 不是能跟人抢得多宝宝的人 我还是去当千亿集团的继承人吧 从此以后 他们拥有宝宝 而我拥有一千亿 但我许愿 也不是什么良善之辈 临走之前 我把搁个药瓶子里 治疗造狂症的药 换成了民生素 许年 这是你背叛我的下场 接下来的半年 我很少回家 偶尔跟爷爷视频通话 也是汇报工作 爷爷虽然年纪大了 心软了 但脑子还没坏 知道许家唯有交到我的手上 才能延续下去 否则 一味纵容外妻做大 江山早晚一煮 为了支持我在许氏的事业 扶持我上位 爷爷让爸爸把手上的股份 都转给了我 他自己手上的股份 也由我代持 唐伯父岁数大了 到了该退休的年龄 而我和堂姐 竞争CEO的位置 爷爷我的胜利 画下句号 事业上的成功 让我心情平静 许多从前看不开的事情 都看开了 搞事业 果然是灵丹妙药 能解决很多事情 爷爷却传来中风的消息 再次病危 他把我叫到病床前 告诉我 必须在半年之内结婚 否则就撤销我的股份代持合同 取消我继承人的资格 这半年来 你哥哥的表现 爷爷都看在眼里 爷爷觉得 他的病已经好了 他毕竟是许家的长子嫡孙 嫂子在边上帮腔 是啊 爷爷 别人家都是儿子继承家业 怎么许家是小姑子啊 我们安年哥哥 哪里不如小姑子了 安年哥哥 你去当许氏的总裁好不好 本宝宝想当许氏的总裁夫人 哥哥佛珠锦莫 口中佛号不止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爸爸和妈妈 破天荒的站在哥哥的那边 想我施压 是啊是啊 安年和小院是双胞胎 能差到哪去 女孩子总是要结婚 相夫轿子的吗 公司的事情交给男人来干才对 我看着他们 笑了 爷爷 许氏集团CEO的位置 是什么很贱的东西吗 要我让位可以 麻烦看看 许氏自我接手以来的财务报表 再说不迟 许氏这样的大集团 CEO的位置 我相信靠的是能力 是才干 而不是谁的儿子 谁的孙子 爸爸在许氏干了几十年 应该知道 股价哪怕是掉了一个小数点 那群股东们也会用口水 把你喷成筛子 爸爸文言 脸色有些难看 当初爸爸就是因为丑闻 害公司股价下跌 被踢出许氏和董事局的 许氏CEO的位置 不是那么好抢 也不是那么好做的 唐甜甜 你少说两句 我们许家的事情 还轮不到你一个外来媳妇插嘴 嫂子文言闹起来 我是阿年的妻子 怎么能算外人 你们许家偏心小姑子 这么大的家业给女儿继承 儿子却什么都没有 这公平吗 老公你说话呀 等宝宝都是为了你 修佛多年 堪称护上佛子的我哥 突然发怒 一下也捏碎了手中的佛珠 抬手给了嫂子一个大耳瓜子 宝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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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天天的烦死了 有个宝宝妈还不够 还来个宝宝老婆 是嫌我死的不够慢吗 嫂子被哥哥一巴掌扇地趴在地上 爬都爬不起来 他捂着被打肿的脸 满眼受伤失望地看着我哥 当初你说 我穿粉色的洛丽塔好看 夸我娇俏可爱 像你羊娃娃 难道你都忘了吗 哥哥肌肉紧绷 眼底满是戾气 粉色娇嫩 你如今几岁了 还有 谁让你选我妹妹的 我要你马上跟小渊道歉 我 我哥不是很喜欢我嫂子 这个宝宝的吗 怎么突然不喜欢了 但少我才反应过来 看我的哥的样子 像是要发病了 半年前 我把他治疗造狂症的药 换成了维生素 所以 疼爱我的哥哥 又回来了吗 我感动落泪 呜呜 哥哥我没关系的 许是CEO的位置 哥哥喜欢的话 小渊可以让给哥哥 只要哥哥开心就好了 哥哥转头温柔的看着我 哥哥怎么会和小渊抢东西呢 哥哥恨不得把全世界最好的东西 都给小渊 然后看了哭成泪人的 嫂子一眼 不耐烦的骂道 别哭了 烦死了 唐甜甜气的指着我的鼻子骂 许愿 你给你哥灌了什么迷魂汤 一定是你 要不然他怎么会变成这样 我勾了勾唇脚 啊 也许是我哥突然不喜欢宝宝了吧 因为我哥和唐甜甜没有结婚 唐甜甜对我哥失望后 主动离开了我们家 作为补偿 我给了他一套房子和一千万的补偿 感谢你把哥哥还给我 其实我觉得你是那个挺可爱的女孩子 要是怀孕了的话 也可以找我帮忙 我会支付孩子的抚养费 还有成长过程中的一切费用的 真的非常非常非常感谢 唐甜甜气的跳起来踢我的膝盖 许愿你这个哥哥控 诅咒你哥一辈子娶高老婆 这一千万是我应得的 我不会感谢你的 后来 唐甜甜拿着我给的一千万 把自己包装成了大网红 一千万变上亿 成了爸总女富婆 找了个八块腹肌 双开门 人与线 攻狗腰的弟弟当老公 线煞旁人 结婚那天 他还打电话 邀请我去参加婚礼 果然还是当爸总比较爽 如果可以当爸总 谁又愿意当宝宝呢 许愿 过去的事情都过去了 我原谅你了 呜呜呜 好感动 祝你幸福 唐甜甜说的对 当爸总就是比当宝宝爽 我当爸总 我好爽 掌握了家里财政大权的我 每个月只给他们十万的零花钱额度 爸爸妈妈那种挥霍无度的人 这点钱根本不够他们花 时不时的上演 求我给他们账单签字的戏码 爷爷本来想临终前逼着我家人 但他走得匆忙 还没来得及 百姨主就挂了 许家偌大的家业 全都落在了我的身上 为了庆祝我荣盛许是董事会的董事长 沈家喻送我一艘游艇 剪采仪式那天 我借口带全家人出海游玩 带着爸爸妈妈 还有哥哥上船 我开着船 一路前行 开出公海 开到了我购买的私人岛屿上 然后把爸爸妈妈丢了下去 岛上的雇佣兵 立刻把爸爸妈妈抓了起来 任由他们尖叫 挣扎 皆无济于事 许愿 你想干什么 我们可是你的爸爸妈妈呀 是啊 女儿姐姐 我再也不当宝宝了 你放过 我们好不好 这个岛上要什么没什么 我们待在这里 会无聊死的 我笑了笑 好啊 如果不想待在这个岛上 我就把你们带到公海丢下去 许家的千亿资产 我也不是很想要 看着你们死无葬身之地 才是我最想要的 爸爸气得想来打我 你疯了 我一个眼神 他就被雇佣兵们抓了回去 一拳捶在肚子上 许年看着被拖走囚禁的爸爸妈妈 眼神无奈地看着我 小燕 你还是没有放过他们 我别了别嘴 哥哥你心疼了 许年突然从船上跳了下去 脸上露出兴奋又癫狂的笑 不 你应该提前跟我说的 我想在这个岛上养一群狗 啊 不愧是哥哥